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久违的每周360 不好意思啊 因为最近一些问题 所以小明我耽搁了这个节目 不过现在他又准时回来了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上周车谈有什么重点新闻吧 Let's go 第一则新闻先来说一说我们熟悉的车款 那就是 Basta CX-5 推出小怪款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Facelift 版本在外星上有什么不同 首先在车头部分最明显的 莫过于就是这个 LED 日行灯换成了一个双 L 的设计 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呢 而保险感与水箱护照设计也稍微调整过了 水箱护照的饰调变得更粗壮 里面的隔山也是一个 3D 3D 立体式的设计 整个前脸可以说是更加的简约化了 比较符合 Mazda 最新的这个设计理念 车侧的部分则没有什么改动 其中这个全新的轮圈有 17 吋以及 19 吋的选择 而来到车位我们则可以看到同样采用 双 L 灯条造型的熏黑式微灯组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小改款的 CX-5 这一回还新增了这个被称为 Zircon Sand 的卡骑色 最近都很流行这种所谓的莫兰迪色系 其实我是觉得挺特别的 我还蛮喜欢 另外顶配版的 CX-5 也把全车的黑色护板改成了车身铜色 乍看之下是比较优雅了一点 不知道你觉得如何呢 而内装部分则是依旧维持之前的一个格局 主要是在这个配备上进行升级 其中像是这个座椅部分就重新设计过 以提供一个更好的驾驶座姿 还有就是提供更舒适的乘坐表现 至于中控台上方的屏幕也换成了最新的 10.25 吋宽屏显示 并采用和 Mazda3 一样的新款 Mazda Connect 主机系统 另外小改款 CX-5 也提供了 无线手机充电插座 以及被称为 Mi Drive 的智能驾驶模式 拥有几种模式可以切换 至于全轮驱动版本还多了 Off-Road 越野模式可以选择 此外原厂也针对车架 底盘 悬吊以及隔音等进行优化 再度降低了车子行驶时的 NVH 表现 也就是隔音 震动还有出招程度等等 全部都获得了改善 这些都是源自 Mazda 最新的 Sky Active Vehicle Architecture 技术 也就是 Mazda3 身上的元素了 在动力部分 小改款 CX-5 还是延续了之前的配置 不过 Mazda 表示新车身上的 Sky Active Drive 6速自排变速箱 表现会更加的灵敏和积极 关于动力配置部分 其实原厂并没有多加公布 那 CX-5 在我国是备有多达4种引擎可以选择的 在这里我也做出这个列表给大家参考参考 其实我们都知道 Mazda 接下来会为 CX-5 推出大改款车型 据说在定位上可能会更加的高端 也就是更贵的意思啦 而且好像很快就会来的 所以这一次应该算是这款车型 最后一次的小改款了吧 那虽然说这一次是这个玫瑰版率先出炉 不过以我们这里组装的 CX-5 还要供应给泰国 还有菲律宾来看啊 估计这个小改款应该也很快就会来到我们这里了 你们觉得这一次这个更精致的 Facelift CX-5 如何呢? 讲到 Mazda 其实上个星期 Mazda Malaysia 也在我国发布了更新版的 Mazda CX-9 这个更新版的旗舰 SUV 这回在外形上就导入了黑化处理的 Ignite Edition 套件 其中87的搭孔水箱护罩饰调 还有这个后视镜 还有20寸的轮圈呢都变成了亮黑色 整体看起来更加的运动化也更有个性 至于内装部分则是采用 Burgundy 旧红色的皮革座椅 搭配黑色的内设设计 还可以哦 而娱乐主机的悬浮式屏幕呢也和刚才我讲的这个 CX-5 一样升级成最新的 10.25寸宽平板 Mazda Connect 并新增了无线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 同时也多了这个无线手机充电插座以及 换挡播片 至于安全部分呢它拥有全套的 i-Active Sense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这回是新增了这个智能刹车辅助 以及 MRCC 雷达主动式定速巡航的功能 动力部分它一旧搭载2.5公升的 Skyactiv G Turbo 引擎 可以提供 228 HP 以及 420 Nm 的动力 搭配 6 速的 Skyactiv Drive 自排变速箱并拥有 2WD 前驱板还有这个 OWD 前驱板可以选择 那这个更新版卖多少钱呢 319,000 多还有336,000 多 那基本上这个乖乖的数字你就知道啦是 SSD 豁免以后的价格 其实这台车在配备上是蛮丰富也蛮奢华的 就不知道你们会想看这一台七人座豪华 SUV 的试驾影片没有 留言给我这大号码 接下来这里的新闻我们来讲讲东营战神 Nissan GT-R 它又又又又又再推出新版本了 这一回是被称为 T-SPEC 的特别版 这一个 T-SPEC 拥有两种款式 分别是基于 GT-R Premium Edition 所打造而出的 Premium T-SPEC 以及 Nismo Track Edition 所升级后的 Nismo T-SPEC 版 两者都是限量版 在全球只推出100台 卖比较贵 而且据说是以抽签方式来分配 WOW Nissan 就表示这个 T-SPEC 的铁 带有 Traction Master 牵引力之王 还有 Trendmaker 流行教组的意思 听起来就很厉害 尤其是这个 Traction Master 那会有这样的一个称号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个 T-SPEC 在底盘上下了不少功夫 包括换上了更宽的 20 吋 RACE 轻量化锻造轮圈 比原装的 RIM 还要轻 减少了黄下质量 而更加宽的这个轮圈也让轮距更宽 能够带来更平稳 以及更灵敏 更精准的操控 为此原厂也重新调教过电子悬调的设定 并配上了 Dunlop Sport Max 高性能跑胎 原厂就表示在这个设定之下 就算跑到一个 300 公里的时速 这台车的抓地力都还是妥妥的 会哟 不止如此 这个 T-SPEC 也套上了来自 GTR Nismo 的 碳陶瓷刹车盘 以及前六后四的大活塞刹车卡钱 同时 Nismo 版的 Track Edition T-SPEC 还多了碳纤维的车顶 以及尾箱盖 更扎实的特别粘合式车身 以及 Nismo 的悬吊 在动力部分这两款 T-SPEC 所搭载的 VR38 DETT 3.8 公升 V6 双涡轮震压引擎 依旧维持在 565 HP 以及 633 Nm 的动力输出 不过它的引擎盖就换成了一个金色 并同样搭配 6 速 DCT 双离合变速箱 以及 Atteza 四驱系统 0 摆加速只需要 2.7 秒 引擎没有特别 因为特别的地方在 外星 Nissan 这回就为这个 T-SPEC 新增了 当年 R34 只有 156 台 V-SPEC NERD 所拥有的 Millenium Jade 翡翠绿 以及只有 132 台 R34 V-SPEC 所拥有的 Midnight Purple 五月纸 这两种特别配色 有了这两个颜色估计这两个 T-SPEC 的身价应该有 增值的空间 此外 GTR T-SPEC 的内装也有所不同 其中 Premium T-SPEC 采用了被称为 Mori Green 的绿色搭配黑色的双色色系 仪表台和车顶都以 Alcantara 半毛皮包袱 至于 Nismo T-SPEC 则是红黑双色 座椅是 Ricardo 的同意 讲了这么多 这台全球限量100台的最新战神卖多少钱呢? 分别是马币60万还有67万多 当然这个价钱是日本当地的价格还没有包括Tex Tex 到来 Malaysia 的话我估计都是百多200万了啦 重点是相比起普通版的 Premium 还有 Track Edition 它们都贵了一个百多千马币 值不值得呢? 我是觉得限量100台加上最后的纯燃油 GTR 这个称号 如果没有以后再追加什么特别版啊 那这两个名堂我觉得应该就足够让这个 T-SPEC 继续保值 甚至是涨价了 毕竟现在 JDM 就是王道 情怀无价啊 来点厉害的 Mercedes 日前在被誉为欧洲最大车展的 2021慕尼黑车展上的一口气发表了5款纯电动车 而当中啊就包括 AMG 首台性能纯电防炮 全新的 AMG EQS 53 4MATIC PLUS 这款防炮是基于普通版的 EQS 打造而成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跑电的 S-Class啦 而这个 EQS 53 自然就是跑电的 AMG S-Class了 在外形上它基本上是多了这个 AMG 的运动套件 包括了标志性的 Pan-Americana 直布式水箱护罩 造型 呀我说它是造型 因为它没有散热的功能 因为电动车并不需要 而轮圈方面呢则可以选择21或者是22寸的 AMG Aero Wheels 运动轮圈 整体来说是比这个普通版的 EQS 更加的凶悍 可以这么说啦 那有趣的是在加入了 AMG 空力套件以后啊 这台车的风阻系数由原本的 0.20cd 提高成 0.23cd 嗯 OK 不过重点还是在动力部分 它搭载的是 AMG 专属的双电动马达并采用了全驱的配置 经过 AMG 部门调校之后 可以产生 658ps 的马力 以及 950 Nm 的扭力 0.0加速只需要 3.8 秒 激速则为 220km per hour 觉得还不够? AMG 还提供了 AMG Dynamic Plus 给你选配 在这个 Race Start 模式下 马力进一步提升到 760 EPS 而扭力更是达到疯狂的 1,020 Nm 哇 一台旗舰房车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你受得了吗? 而 0.0加速则是降至 3.4 秒 急速也提高至 250km per hour 至于负责供电则是容量为 107.8kWh 的 400V 离子电池组 并整齐的铺在这个车底的部分 因此相信这台车它的重心应该很低 稳定性应该很好 但这也让它的总车重达到了 2655kg 续航领车方面由于这是一台 AMG 性能车款 因此它满缸只能走一个 526-580km 之间 比起普通版 EQS 的这个 676km 也是少了不少 但无论如何官方宣称你使用这个 200kW 的 DC 直流快充系统的话 只需要充电一个 15 分钟 就可以行驶 300km 作为一台性能车在刹车方面自然也没有怠慢 你可以选配 AMG 的 440mm 高性能陶瓷刹车盘 搭配大溜活塞的 AMG 刹车卡钳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性能刹车 在进行刹车动作时它还能提供 300kW 的回充电量 车主还能自行调整这个回充的水平 以自行调整这个刹车的性能 另外这台旗舰性能防跑也标配了 AMG RIDE CONTROL PLUS 主动式空气悬吊 当然这个是性能版本啦 同时外加高达 9 度的后轮转向系统 估计这台车在舒适性 操控性 还有日常驾驶的 灵活性方面都有一定的保证 至于在内装部分则可以看见拥有 56寸超大 MBUX Hyperscreen 的中控台设计 并搭配 AMG 的跑出座椅 以及拥有两颗圆形旋钮可以调整 驾驶与悬吊模式的三幅式运动方向盘 还有全侧 AMG 专属的四板与红色缝线点缀 让整个座舱增添了不少运动气息 同时还非常的有科技感 此外 AMG 还特别加入了 AMG Sound Experience 系统 车主可以在三种不同的模式之间选择你要的排气声浪 不对 是行走的声浪 而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 Race Start 模式呢 也有特别激情的一个音效 以及独特的 AMG 欢迎音效 哇 听起来就很可幻的感觉 别说小姐姐就连小明我都想上车体验一下了 唉 只能说 并非缘分情义都是 而是你没开 并是 不过 这样的 AMG 没有经典回火生的 AMG 你能接受吗 最后一个新闻 嗯 之前我们曾经和大家爆料的这个 Suzuki Jimny 这一回 终于确定要来到我国了 因为我国的这个 Suzuki 代理 Naza Eastern Motors 在上个星期就发布了这一则预告 正式宣布这款经典的迷你 K-Car 越野车 要回归我国了 从之前停在 Naza展示厅的这一台有小爆龟轮拱设计的 墨绿色 Jimny 来看呢 我们可以预计来到我国的这个将会是国际版 也就是搭载 1.5L 自然进气引擎的 Jimny Sierra 这具引擎比起日规 660cc Turbo 的 K-Car 版 Jimny 输出还要高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为 101hp 而峰值扭力则是 138Nm 并搭配四速的自排变速箱 从这个输出我们就可以知道它走的并不是什么性能路线 也不是要做什么 Off-Road King 它其实卖的是一种 Lights out 不过呢 它可是拥有分时四轮驱动系统 是一辆名副骑士能够做 Off-Road 的越野车 所以基本上你开着它去这个郊外啊 还是去一些森林里面做休闲活动 是没有问题的哦 当然同时它也卖懵 这个复古的方正可爱造型来讲真的 真的是很讨喜也很吸睛 那外国其实已经是有不少旧款吉普式样的改装案例 还有就是之前爆红的这个大局套件 变身成为 迷你的 AMG G63 开着这台车出去的拉风程度我觉得 并不输给跑车门 也不输给真正的大局哦 无论如何 我们预计这个官方版的 Jimny 将会是 CBO 由日本整装入口 嗯 就不知道哪吒有办法把这个价格定在什么价位呢 有没有办法像印尼这样只卖一个 10万到11万多令吉呢 还是会像泰国那样卖一个19到20万 毕竟之前我国的这个 Recon Jimny Sierra 就已经是这个价位了 假如这台车可以卖到像印尼版这样的一个价钱啊 我估计这台车来到这里 应该是可以大卖 好啦 今天就是这一期美洲三六一的所有内容 刚才我所说的这些新车当中 你对哪一台有感觉呢 又或者是你想要 拥有哪一辆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知道 我是小明 喜欢这期影片的话记得不要忘记给个赞 分享出去 还有就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